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命令执行漏洞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什么是命令执行漏洞 就是它的定义是什么 以它常见的一些分类 包括它锁定的危害都有哪些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首先看第一 命令执行漏洞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命令执行漏洞呢 然后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 就是指干嘛呀 就是指用户 它通过浏览器或者一些其他的辅助的程序呢 去提交一些这个恶意的啊 这个程序的一些命令 并且让它去执行 由于这个服务器端呢 它没有针对这个 像一些特定的执行的函数呢 做过滤 从而导致了 就在没有指定绝对路径的情况下 然后就可以去执行了这个系统命令 那么上述呢就是一个命令执行漏洞的一个定义 当然通俗来讲呢 就干嘛 就是当应用 它需要调用一些外部的程序去处理 内容的情况下呢 就会用到一些这个执行系统命令的函数 你比如说像这个PP中 SATEM函数 EXEC SALEXEC等等一些 那么当用户 它可以控制这个命令函数中的参数的时候 那么呢 就会产生什么呀 就是一些恶意攻击者呢 就可以注入一些恶意的系统命令 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命令当中 造成的这个命令执行攻击 那么这是它的定义 底下呢是这个命令执行漏洞的一个原理 原理的话其实就干嘛 就是由于这个开发人员 它缺少这个什么 安全的这个意识 在开发的时候呢 它没有针对代码中可执行的这个特殊函数呢 入口做这个过滤 从而导致了这个客户端呢 它可以提交这个恶意的这个语句 并且带到这个执行函数里面去执行 那么命令注入攻击中 像这个外服务器 比如没有过滤类似的 像这个SATEM函数 EVO HIC函数等等 都是导致当前这个漏洞攻击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这是它的漏洞原理 底下呢就是这个命令执行漏洞 它常见的一个分类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主要把它划分成这个三个大类呀 那么第一大类呢 就是一个代码层的 那么第二类呢 是一个系统层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一个第三份组件层的 那么首先看这个代码层 那么代码层呢 就是干嘛 就是一些商业应用 它需要就是什么呀 执行它一些系统的命令 需要调用一些系统的命令 那么商业应用的一些核心的代码呢 它就可能封装在 比如像这种二金制文件中 那么在外面应用中呢 通过这个sertum函数来调用 那么这是这个代码层的 那么系统层的话 然后这里比较典型的 就是一个bash破壳 这个漏洞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控制 它执行的这个bash的环境面链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破壳漏洞 然后来认去执行的这个代码 执行命令 那么第三方组件层呢 很典型的就像这个wordpress 它就可以使用什么呀 使用这个image magic 这个常用的一个图片的处理组件 对用户上乘的这个图片呢 进行一个处理 假如说它这里 它这个image magic 是吧 它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 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 交验过滤 从而就会导致这种命令执行 另外呢 像这个java中的命令执行漏洞 比如像这个典型的sertu 啊等等 这是它常见的划分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命令执行漏洞 它这个危害了 那么这里危害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它既然可以任意的去执行这个系统命令 那么它就可以去恶意的去种植一些这个木马 啊 比如说挂马 是吧 钓鱼等等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敏感心意的泄露 那么这是它常见的危害 好的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